美国总统拜登大老远跑到密西根州 但他不是为了竞选走势 也不是要会见官员 而是前来加入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的大型罢工 拜登站在示威最前线 手持大声攻 高喊坚持下去 力挺工会加薪40%的诉求 拜登还呼吁劳工们要求更多薪资 把失去的福利夺回来 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因为和资方谈判破局 持续对福特通用和斯特兰蒂斯三巨头发起罢工 如今连美国总统都加入这个行列 让全美汽车劳工士气大震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拜登之外 前总统川普也在隔一天前往密西根一家汽车工艺商 向数百名工人发表演说 这一罕见的连续事件 凸显了工会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性 怀宇新闻谢中越综合报导 去哪儿 感谢观看